下意是有一位国一的男学生 爸妈都是台商 长期住在广东省 所以他就操着一口北京腔口音 而有一天早上 他错过大公车上课的时间 迷路了走到派出所 让袁景以为 他是不是大陆学生 好心的拿一百块钱给他 不过男学生他竟不是台币的纸钞 上面的人他把国父当作耶稣基督 而且他不懂得如何用这个一百块 让袁景哭笑不得 监视器画面中 4月16号早上7点多 派出所走进一位 操着大陆口音的国中生 袁景还以为来了一位大陆学生 我们同仁的话 本来是要打算拿这一百块 让他当作早餐 以及大工作之用 他一接过手的话 马上跟同仁讲 公安伯伯 你是不是基督的信徒啊 那怎么你的这个纸钞上面的话 有这个基督的图案啊 原来这位杜小弟弟爸妈都是台商 从小就住在广东省 前年才回到台湾 16号早上错过搭公车上课的时间 迷了路 于是走到派出所 还支撼袁景教公安伯伯 他本来打算 要用步行的方式 到学校上学 但是因为路观不熟悉 所以迷路 迷路要问保全 保全引导他的派手 他希望就是说 他心目当中所谓的一个公安伯伯 能够提供他必要的帮忙 袁景还第一次遇到操着北京枪的台湾学生 还把国父当作耶稣基督 令远景都哭笑不得 只能说两岸交流越来越频繁 远景遇到的特殊状况也越来越多 中文新闻 侯国文学会文 嘉义报道 科学生